for me i still remember having to copy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the different styles yes i started with the kai shu and then li shu i think he's still pretty rigid 刚开始其实中国书法很简单先学经典先向前学习然后慢慢的再找自己的个性 我们说的经典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是每个人的应有的一种知识和涵养 但是其实后面的东西写的你想当一个书法家一定要写出自我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个人那你们对转课是怎么产生兴趣的呢 本来书法就是从最主角文的时候还是刻的时候刻的那种感觉 我们知道这个雕刻最早的时候是在寿谷上或者是硅甲上的 能掌握文字的其实在越远古是人越少的所以说最早的文字 其实好多是用于记事要么是战争在广泛使用已经到很后面了 真正的印章最早我们是叫乌乐其名 也就是说最初好多淘气上会记上就是谁做的这个东西 那这时候呢 就像签个名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写字呀 那时候那怎么办呢 给你弄个印章吧 你就知道这个硬是我的盖上就行了 这印章是他如何从这一个权力给予的这个凭证啊 或者信物演变成了一个收藏鉴赏的 出画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的呢 可能一般的老百姓会知道的印章就是皇权的象征 没错 皇帝的玉玺 但是到后来他的印章的发展其实在广泛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从比方说我们做生意的 到后来官方机构的印章到个人的印信 真正的文人传课的开始是从宋元开始的 因为有了石头 当时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勉的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挑货郎担子的 就卖给女孩子发簪上面用的 金钉洞洞的玉石 玉石 对 就是我们清田的清田石 这就是我们清田的清田石 对 他自己用刀刻了一下这个刻的洞 那他是想要我自己给自己刻一方译嘛 这就是文人传课的开始 所以说美好的事情都是从女孩子开始 我现在来给大家示范一个 这个叫湖山最盛处 因为在这里看西湖是最漂亮的地方 大家今天聚在一起 用我们古人来说这叫雅吉 雅是文雅的雅 吉是集合的吉 今天我们集在一起 做一些很雅的事情 反过来叫雅吉 雅吉 那我们就是湖山雅吉 太棒了王老师 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湖山雅吉 那就是我们的吉 名称 Ouya吉 亚吉 企业 这是我们终于亚吉 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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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摸摸杭州的美丽的美丽 而在杭州的印象中找到 与亚洲的印象中的印象 所以我们来做什么 去看这种感觉和合作的 和合作的合作 现在写的字是反的字 对啊 你要反着写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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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像镜子 像镜子 像镜子 文字的这种无谱感 和它的自然的生动感 整个字的话 要表现出来它的天然的这种的美 好 哇 哇 好细啊 It is so meticulous the work on here let me show our viewers the artwork is extremely meticulous and the difficult part about this is that it's a mirror image of what you actually see so he has to write it backwards which is incredible and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engrave this in just less than 10 minutes 我们说使刀如笔 但这个刀要这样 和的时候 有时候肩膀的力量也要去 哇哇那我先敲一个出来 大家看一下啊 盖印一定要有仪式感 对不对 谁双手 我一定要直直慢慢放下呢 放下以后看一下双手怎么来做啊 一定要消灭这个动作 这两只手刺头按照上面 这个是保护他的 有力 轻轻的左右中心点不要动啊 硬张不能动 左右轻轻的摇摆 包括每个脚都要压一下 左右都可以 对一只手扶在纸上把纸压住 然后这一个拿硬张这个手 要轻轻的拿因为它有粘性的 哦它会有一些 是慢慢这样 是这样一点点 我觉得所有人等啊 红山雅吉 That is so beautiful 雅吉 Asia unveiled 这是什么 对 这一只手扶在纸上 这一只手扶在纸上 这一只手扶在纸上